這幾天西南氣流為高雄帶來豪大雨 加上正縫滿潮 高雄市政府很擔心 希望可以加速抽水 但是災區要施作抽水工程 就會影響到許多的地下管線 而這些管線到底是哪個單位的 高雄市府到現在都還查不清楚 檢察官要找湘涵證據 環保局要吹氣清空殘餘氣體 但居民最擔心的就是淹水 水利局想全力進行排水工程 卻碰上大難題 爆炸後排水系統壞了 水利局急著重建 但是卻炸出管線問題 管線管理亂糟糟 到了災後第十天 還是沒解決 被點名淹水區有管線的單位公司 卻在會議上 你看我 我看你 沒人吭聲 讓市長陳菊看不下去 這有辦法嗎 不然現在這個水水都沒辦法處理了 麻煩你 因為你們都有到災訪中心來開會 都知道我們現在報告的狀況 不要覺得說好像沒有點名到你們 好像都沒關 這樣一吐會有二十四小時 因為這裡的信徒 我比較不瞭解 我聽我卡在裡面 給我出量 我比較不回答 環保局這邊如果能夠我們協助 這些如果清掉的話 我們就直接可以從這邊進場 更快可以加速重建 上面出了台電報 應該還有一條16英級的管子 是不是台電沒有 要不要說明一下 台電還有一條管子在這裡 那現在那一條管線 因為有經過疫情跟開學 是不是中油那邊能夠做說明 因為管線目前還在做萃氣動作 所以為了安全起見是 如何讓萃氣完成 當然怎麼施工去碰到的我所謂 萃氣作業還要三天 災區早已經連淹三天大水 受害災區的居民急著想重建 會議上卻吵來吵去 每人負責 陳菊要求會後 管線單位全部留下來 不要再耽誤進度 優點TV陳君傑月家裡高雄報導